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人跟自己的关系 如何净化你的心灵 不让他起心动念 不让他烦躁不安 就像各位刚刚在打坐念佛 那么你如何控制你的身体 如何控制你的腿 如何控制你的嘴巴 但是最主要一切都是来自你的心 所以掌握你的心才可以掌握你的生活 掌握你的生命 一心念佛 我们要用佛的心 那么来引导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人跟自己的关系 我们出家人努力一辈子 就是希望得到涅槃 什么叫涅槃 内心里面的欲望 称恨 愚痴 种种杂染的念头 你都能够完全的想辅上 自我挑战 当别人骂你 你不再生气 当外界的诱惑 你不自在 起心动念的时候 你看多自由多自在 所以我们在追求的是 生命的自由 不然当你会觉得很寂寞 乃至你对外界的事物有所求 或对某个人有所执着的时候 苦就来了 曾经有人问我说 你出家的时候最苦的是什么 我说我对我自己不苦 苦是什么 离开你爱的人虽苦 那他马上问我说 那你干嘛离开 你就回家就好了 那我只能说 吸毒的人 在吸毒的时候 明明毒品吃下去 当然马上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自己知道啊 生生世世轮回 就是因为这个贪爱 执着感情 爱对方就不要害对方 也要让对方能够独立自主 解脱自在 所以最难的就是什么 欲望感情 所以除了进化自己 我们人跟人的关系 不要跟人家吵架 不要跟人冲突 这个人再不好 很多人说我在家里好痛苦 我跟我先生跟我太太合不来 跟某一个亲戚合不来 这个就是没有在修行 修行没有合不来 合不来 你跟我合不来那是你的事情 因为我要接受你的全部 佛陀跟我们讲 接受真理就是接受变化无常 接受对方的优点 当然更要接受对方的缺点 我们是人 他是一只猪 难道说你跟他合不来吗 猪值得我们同情 所以最主要是要求自己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我要被尊重 所以你会跟人家冲突 所以出家人到佛式 第一样学的是什么 跟大家合得来 对长辈要尊敬 对于晚辈要照顾 对懂的人我们要学他 对不懂的人我们要帮助他 所以在每一个时间 每一个状况里面 他都知道怎么去分寸 男人跟男人之间 那么要合作 男人跟女人之间 我们要尊重对方是个女人 要保护对方 不要太接近 那么我们只有在 视线佛法的部分 大家朝这方面努力 我们要人跟万事亡物 不要浪费水 不要浪费电 要爱惜物品 一切达到和谐 所以生命怎么做 那么我们就要完全听 大智慧者 大觉悟者的开示 我们要聆听佛陀的甘露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多听经 多深入经浪 我们随时回光返照 不但如此 刚刚讲 人跟环境的关系 也要和谐 有些人很善良 但是他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 一些处理事情 煮饭怎么煮 用钱怎么用 事业怎么做 这个都是佛教所谓的智慧 不会 不会才是我们修行的地方 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 就像各位今天在这边 看得出来 灯光要一直改 种种的声音要一直调 修行就不是找麻烦 如果你放异 反正这样就这样 不要进步 那你永远退步 各位身在高雄 高雄要每个月比每个月好 那这样 自己才可以开展智慧 提升对别人的服务 人跟外界自然种种的关系 阿弥陀佛创造极乐世界 一个最好的方法 如何让你很快的 就能够到他那个世界 他思考这个问题 很简单 只要你云念 阿弥陀佛 愿意去 他用这样子的方便 到了那边以后 所创造的光明保灵 八公得水 种种的说法 让一个人可以很快的正的空性 然后啊 带你到十方佛世界去参访 最后把你成为一个圆满的人 有空性不退转的人 最快的方法让你正阿弥陀 最快的方法让你成佛 这就是什么 人跟大自然外界人事物的关系 如何除了自己得到利益 也要让一切人得到利益 所以这个叫寥寥分明 对自己对外面的一切 所以各位一定要在这一点加强 很多人会跟我说 哎呀师父我很笨啊 你不要叫我做啊 不能讲这句话 不要放弃你自己 学佛就是知道一切变化无常 可以改变 自己要努力啊 佛菩萨加持啊 自力他力啊 外面的善知识让我们学习啊 法力啊 种种 你也可以改变 师父啊 我脾气不好啊 没办法改啊 讲这种话 不了解佛法了 佛法是针对爱生气来的 针对欲望来的 针对造业要下地狱的人来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 所以我们每天众生无边事远都烦恼无尽这个事件无量无边的烦恼事远断我们要断除众生的烦恼所以法门无量事远学啊 所以各位不能安逸 你会觉得说时间不够 学习如何帮助整个世界众生的种种方法 癌症的人怎么帮助他 缺钱的人怎么帮助他 骄傲富贵有钱的人怎么帮助他 为了这个 我们每天就要深入精湛 广学一切 参访善知识 就像各位的海青这边有好几条啊 这边好几条 古时候是几条 五十三条啊 代表什么 善财同子五十三参 你要去参访一切善知识 这里面有两个意义 一个代表解脱道 穿破布的意思 一个代表菩萨道参访学习一切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众生 有时候我没事就观察 蚂蚁整个过程 现在电视上那种 discovery 蜜蜂 苍蝇 鱼 众生 美国野牛 怎么迁徙的 燕子 一辈子 飞行地球 一百四十万遍 这样绕 他如果能准确的 在飞离整个 那么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 准确的回到他的窝 他是从哪里 海豚 这种讯号从哪里来 各位 这一些都要学习 因为成佛都必须具备的条件 万得庄严 因为如此 所以要过得寥寥分明 掌握自己的情绪 心理状况 又能够帮助别人的情绪 心理状况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内心里面为何要出家 我们要追求最高品质的生活跟生命 我们要提升自己对这个世界众生的服务价值 我们要把父母给我们的这个身体 那么发挥到最高的机能 一方面征服自己消灭欲望 执着 软弱享受 一方面开发自己的潜能 学习一切服务众生 成佛的方法 所以我想各位将来到道场来应该学习什么 来是要来服务大家的 铺团排好了吗 便当好不好 喝的水 乃至 你要给他讲清楚 怕冷的人 坐到后面晒太阳 怕热的人坐在冷气下 那么怎么样的去安排 一切一切 今天一场的活动发挥下来 那么大家能不能在这边得到修行 得到法语 你要给他什么东西 你要视线什么东西 墙壁上要写什么字 那么让每个人都可以文法 厕所里面要写什么记忆 让他在洗手的时候都可以得到修行 在小小的世界里面 那么你要把它安排好 很可惜 有些人连自己都安排不好 偶尔还要讲讲谎话 不小心还要生气 欲望很强 那么这个人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因为搞不懂自己 所以我想修行不是单纯的研究经典 看书读书这样而已 修行看书不过是地图 不是看完地图就到那个地方 你从这个地方要到印度 今天不让你坐飞机 那你要懂多少东西啊 你要会写语文 要会沟通 也要有钱 也要有体力 也要有耐力 从这一边走到印度 只让你坐车子 问路 水土这样 你才可以了解说 哇 玄奘大师追求真理的精神 所以我们就是学着 所以我想 一切都是为了进化跟服务 解脱以菩提 一切都是为了自立立他 既然佛法对我们很好用 让我们得到解脱自由 心灵自在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种种的方便来传递佛法 语音电脑音乐书籍活动 种种 都不能有一个夹杂的私心 都是希望把它办得非常好 让每个人都受到教育 就像一个好的校长 好的老师 明天要跟学生上课 想了一个晚上 我的师父啊 以前到福音佛学院去上课 我那时候跟他住在一起 他到天亮都没睡 他跟我说 明天要去上两节课 我就要看到天亮 真怕我自己不圆满 天亮以后坐完早课 那么坐着火车到新竹去上课 上完两节课再回来 自己捏把冷汗 真怕讲不好 这里面 这两节课里面要编什么 加什么故事 要让学生知道什么 这样子的戒胜恐惧的精神 因为他说 学生都是未来的佛门龙像 我们这些做老师的人 很重要 各位 做父母亲就是要无事 你的子女好坏被你影响 你的一平一笑 一个动作 家里的一切 一直在感染了这个小孩子 这个就是佛教里面的环境缘起的教育 今天你来参加八观再见 你发愿要坐在第一排 那你就不要动 那你就要坐好 你就不能打喝水 为什么 后面你在看我 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我每次传 坐在第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时候人会有一种反弹的心态 所以各位 这没有什么 就是我才要坐到第一个位置 我好好听 如果是这样的心态 那更好 所以人性各位要去观察 了解 这就是学佛 法能无量实验学 生理学 心理学 医学 科学 文学 哲学 人生就是不断的奉献与复权 尤其我们在学佛以后 对于金钱种种的观念 会有所改变 好 各位来看讲义 甘露法语 什么是甘露啊 佛所讲的真理的语言 就叫甘露 不死 不苦的方法叫甘露 所以祖师道德 佛菩萨 那么所讲的 书的 在书里面 各位要多来看 甘露法语 我们一句一句来念 念了以后 简单的解释 解释完就跳过去了吗 不是 各位 回光返照 听了以后思考 思考以后运用 叫文师修 那是开发智慧 有智慧才可以解脱 所以第一我们来念下来 爱和千尺浪 苦海万重泼 欲勉轮回苦 大众念弥陀 为什么要念佛 欲勉轮回苦 为什么要苦 爱 贪爱 各位爱情好甜 阿嬷 阿嬷抱着孙子都会笑 那是一种爱 爱名 爱力 爱享受 所以 爱的力量 越打 苦海万重泼 所以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不要往外追求 每个人都说我要 我爱 我喜欢 那你就会很痛苦 同样来到场修行 是你要来奉献 还是我爱来做什么 我要爱来这边得到什么 我爱跟谁在一起 我爱什么法门 我才要来 这个都是贪爱 尤其是男女的情欲 尤其是生理的欲望 性的欲望 这个社会啊 现在变成如此 媒体开放以后 我们这些小朋友被污染了 提早有这种肉体关系 性关系 提早痛苦 所以 这个社会啊 自杀的人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贪爱 怎么办呢 所以 有贪爱就有生死轮回 我们要劝人家念佛 念佛安顿当下的心坦 是更重要的 脱离这个五卓二世 一个吸毒的人 你要把他关起来 他就不会来吸毒 你要让他回家 那么 他朋友又 又邀约 马上又堕落了 所以念佛往生绝对不是自私 是为了真心要帮助这个社会 要有能力 那么 来帮助这个社会 首先要先进化自己 参访善之事 十方诸佛世界 通通要去参访 所以 遇免轮回苦 大众念弥陀 所以各位 本身对苦的觉悟 一定要有 说婆极苦 极乐 完全 不受诸苦 但受极乐 希望大家快乐 希望大家念佛 所以各位 在你家门口 弄一个牌子 请常念 南无阿弥陀佛 让每个人都看 以及把念佛的好处 告诉别人 再来 第二句话 来念一下 如等受佛界 即入诸佛位 未同大决宜 真是诸佛子 他说我们 受持佛陀 所制定的戒律 那 你就已经进入了 将来成佛的位置了 你将来 毕竟成佛 因为戒 就是为成佛 而受戒的 未同大决宜 那 你跟佛的位置 一样了 真正是 佛陀的儿子 我们也叫佛陀的 遗父子 所以 身为佛弟子 在无佛陀的时代 好好地受戒 各位 光受五戒 八戒 菩萨戒 满足吗 你应该说 不满足 还有一条戒 你没有受 那条 具足戒 出家吧 三世诸佛 你要成佛 就要先出家 所以 不能出家 哎呀 我有惭愧心 你出家心 做在家人 赞叹出家众 护持佛法 能够出家 不要给自己理由 要打赢自己 不要找借口 不要明知故犯 要奉献 所以能够受戒 你就坐在佛的位置 以佛同等 就像我的师父说 我出家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现在出的家 跟佛的地位排在一起 位列三宝 你要有那种责任感 佛法身三宝 是摆在一起的 带给众生希望 用我们的身体 生命来表达佛法 来赫丹如来家业 弘法立身 那这样 才是真佛子 真是诸佛子 第三句话 念写 来 假使热铁轮 鱼如顶上悬 终不为此苦 退失菩提心 我们发的大心 要净化自己 帮助众生 发的大心 愿成佛度众生 你既然有这个愿意了 各位 有这个愿意 要从你的日常的事情 把它表现好 我既然发愿要成佛 我会去执着儿女施情吗 男女爱情吗 乃至金钱欲望吗 不会 这叫振发心 你要振发心了以后 那么 就算一个热热的铁轮 在你头上 要把你盖下去 让你马上粉身碎骨死掉 终不为此苦 如如不动 死而无憾 不要把佛法当人情 不要出卖佛法 不要利用佛法 终不为此苦 而退失菩利心 发菩利心要这样的决心 今天断癌 跳下去粉身碎骨 但是可以保全你的戒律 那 你去跟战战的边 那么 去犯戒 学佛人我选择跳 所以什么叫发菩利心 就是消灭自私心 为自己的 自私的 那你就推转菩提心 所以发菩提心的人 要修忍辱 再大的痛苦 像我们最近 可能出家人要办事业印经 办辩识台 但是不要为了这个事情 破坏佛教 搞金灿 搞纳古塔 攀缘 不能把世界那套拿到这边来用 一切随缘 所以再大的压力 再大的痛苦 我们都高兴承受 修行不是在讲成功 是在讲过程 过程就代表你的心理状态 纯净 这比较重要 就像我们要放生 你再把全世界的钱拿来放生 还是有人在杀生物 但是 我们不退转 比较重要 别人给你再大的压力 阻力 我们还是要救生命 现在是救生命 不是在讲生态环保的问题 很多人就这样就退掉了 不行 不能放 各位我们要像革命劣势一样 投放 救生命 当然放一定要有智慧 不要去破坏生态 生态就是说 不要放大的去吃小的 脖子放在你 刀子放在你脖子上 只要你不念佛 我不杀你 你要念 让它割下去 有一个乞丐去听佛陀说法以后 哎呀 觉得很欢喜 振得出广 那个时候天子魔就出现了 我给你这些黄金一切 你放弃 不要去听佛陀的 这样好不好 不然我会伤害你 结果这个乞丐啊 他说我这一辈子这么苦 终于听到生命的真理 我临死不去 结果那个天子魔自动退开 倒过来还护持他 各位 这个叫临死不去 绝对不退失菩提心 把握原则 对了 第四 发菩提心皈依 怎么皈依 来我们来念一下来 诸佛正法菩萨身 执自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修诸善根 为力有情愿成佛 这就是大乘的皈依 一切佛叫诸佛 一切法正法 一切菩萨出家中 这叫诸佛正法菩萨身 这三宝 执自菩提 一直到我成佛 我都要皈依 为皈依三宝 为皈依三宝而往生极乐世界 为皈依三宝而回向娑婆 执自菩提我皈依 不是一生一世 那么皈依以后呢 我以所修诸善根 我们每天做的好事 我们每天做的好事 累积的福报 各位今天受报关在界 这也是一种上根功德 我们回向一切受苦众生 伤害我们的众生 希望他们往生都算内愿 希望他们往生极乐世界 我以所修诸善根 为利有情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有情众生而发愿成佛 你要成佛你要在这个世间累积一切善根功德 那么这些善根功德 你自己还不知道 还回向成佛 所以各位 这句话是每天早上要念的 拜完佛以后发的愿 尤其在藏传佛教 这句是一定要背的 来我们再念一次 诸佛正法菩萨生 执自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修诸善根 为利有情愿成佛 生命自从你懂了佛法以后 就是为了利益有情 为了奉献而活下来 但是不要光为几个人奉献 要为整个法界 九法界受苦众生而奉献 心量要宽大 不要满足在一个小小的成就里面 台湾土地小小 还有中国大陆 还有整个东南亚 整个地球还不够 地球是法界里面 小小的一个星球而已 我们要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你要累积多少福报质量 为利有情 所以一定要成佛才可以圆满的利益众生 为了成佛现在叫慈悲的奉献 第五五来 佛法生宝 体骗十方 恭敬尘求 必蒙感应 这句话什么时候念呢 各位将来可以在上香的时候念 点了香以后 我们要供养佛法生三宝 佛法生三宝的本体 那么骗十方 希望这个香也骗十方 我们恭敬 内心诚意地求三宝的加持 愿我们不退转 愿众生得利苦 闭蒙感应 所以古时候人简单地写这些 表达他的内心 让我们修行者保持一个正念 第六 如何念佛 来念一下来 一生传佛号 法界普闻之 四生灯九品 六道出三图 各位 念佛不是光给念给自己听 每次念佛的时候 你要观想佛的声音 不是我的声音 使你用我的声音 念出欧弥陀佛 这四个字的时候 他就变成无量无边 尽虚空 偏法界 都听得到的一种声音 所以一生传佛号 那么 法界普皆闻 你念佛 佛也听到 佛也高兴 愿胎卵施化 这些轮回的众生 通通登九品联台 西方极乐世界 远六道轮回众生 那么 都永远不要堕落 地狱鬼道出身道 你看 这叫 发菩提心念佛 观想你的佛号 那么 犯音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在念佛 你怎么可能会打瞌睡 你怎么可能会烦恼 不要为一个小小的事情 看不开掉眼泪 要为众生留下菩萨的眼泪 我们就帮他祝念 看到他献出瑞相往生 我们替他留下 赞叹快乐的眼泪 可以 所以 一声传佛号 来 再来念一次 来 一声传佛号 法界普文之 四声登九品 六道出山土 念完以后 你就开始 拿摩啊 开始念吧 先让自己啊 培养在这种心念里面 为众生而念佛 尤其菩萨 尤其老菩萨 每次为孙子你很会念哦 有个孙子要抠起 每天念 当然有念有功德 但是各位 你要为一切众生而念 四声都能够登九品 六道皆离山土 用你的声音 把佛的功德 透过声音把它传出去 好 念佛的时候啊 第一次要观想 佛就在你面前 真正的念佛 不是光嘴巴 是心念 佛就在我们面前 来 念一下 佛面犹如静满月 一如千日放光明 圆光普照于十方 慈悲 喜舍慈悲 皆惧足 我们见佛的时候 佛的脸 就陷在你的眼前 所以佛头的脸 犹如清净圆满的月亮 这样庄严 那么这样子的庄严的月亮 就好像一千个太阳 都没办法比喻 这样的放光明 一身欧云头佛 佛现前 佛光普照 这种圆满的清净的光明 那么一直放大 普照到十方世界 佛的喜舍慈悲 都在佛光里面 具足来普照一切众生 我们今天就帮人家注念 那个人躺在那边 身体僵硬 脸色难看 但是我们怀着慈悲心 给他念佛的时候 佛光普照 喜舍慈悲 具足 他马上柔软 身体发香 脸色庄严 他如此 你自己更如此 所以各位可以做实验 既然知道如此 那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帮他念佛 今天花在前面 你用心念佛 连这个花都长得漂亮 今天水山河大地上那边 台风要来了 大家齐聚念佛 台风散掉了 各位你要知道佛力 法界有情无情都受影响 所以叫不可思议的力量 所以各位眼睛闭起来 一定要多想佛就在你面前 看到佛的任何一向消灭千百亿劫生死重罪 各位要培养那个习惯 一记欧弥陀佛 避起来佛在你面前千日光明普照十方 这种光充满了爱 爱就是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力量 具足在这里面 那我们也要学菩萨道的慈悲喜舍 舍就是无分别 喜就是无忌妒 悲就是拔众生苦 慈就是给众生乐 我们要具足这样子的力量 念佛的人要有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 所以发菩提心有什么利益呢 菩提心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八我们念下来 菩提心者从大悲起 成佛正因智慧根本 能破无名烦恼恶业 不被染坏 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菩提心大悲啊 各位 很多人以为自己有慈悲心 但是我们的慈悲心 有时候不是真正的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我们是执着某一个生命 我是人我只要救人 我要救狗子救狗 我说你都不救老鼠 甚至把慈悲当作一种 那么一种某个方面的执着 叫法原始 我们要的是什么 无所原始 所以菩提心能够发出来 是因为这种无所原的大悲心起来 各位 我觉得没钱的人很快乐 不容易造业 有钱的人很容易造业 权力多的人 影响力的人更容易造业 所以我们同情的对象是一切一切的 在造业的包括天道 包括受苦的无量众生 我们都发起对他们的慈悲心 体悟苦 你自己越痛苦越至少众生苦 也是这种大悲心 大悲心从哪里来 从出离心 出离心从哪里来 体悟无常变化的苦 这个世间五蕴皆苦 无常苦空无能 所以没有一刻是安定的 没有一刻是平静的 感觉到生命的这种疾苦 而了解周围的苦 你的儿子现在努力在赚钱 生小孩 做事业很快乐 开进口车回来看你 你看到他只会讲 苦啊 为什么 你怎么不去出家 这么多钱有用吗 你爱得越深将来离开越苦 各位 修学佛法 你不能用妇人之人 你要站在佛陀菩萨的角度 来关心你周围的人 所以我二哥事业失败 他找我 我说出家吧 多快乐 当然他不能够理解 但是话我一定要传到 我告诉他 不要做金钱感情的奴隶了 你花了这么多钱 你花了这么多钱 这一辈子老实工作也赚不回那些钱了 好在你还有一点福报 有人愿意替你撑的 是福报啊 要祈福啊 要深信因果啊 所以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出家 但是至少让他知道快乐是什么 痛苦从哪里来 所以有大悲心 你才能够发起真正的菩提心 那么菩提心才是成佛的正因 你发愿要成佛一定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人一定受菩萨戒 所以各位菩萨戒一定要去受啊 我刚刚看外面 11月1号2号 佛光山传最短的两天就做菩萨 一般还要七天 但是这是有条件啊 你已经受三归五戒 那当然两天就可以了 一般我们在戒场七天是因为 归一两天五戒三世三天 最后两天菩萨戒七天做菩萨 各位赶快去受 在台北11月18号 散导寺也传菩萨戒 所以发菩提心必受菩萨戒 虽然我们还不能受戒很圆满 但是这个戒体 菩提心戒体我们要拿到 直至菩提我归一 生命的目的 受五戒只有这一辈子得到利益 受菩萨戒 生生世世菩提种子都在 一听闻佛法马上就响应 甚至生在吃素的家庭 你要是这一辈子发愿不吃肉断肉 受菩萨戒断肉 你生生世世不管做人做动物永远不会再吃肉 所以各位为什么我要强调吃素啊 那么你不吃肉才有可能成佛 不然你要堕落 所以菩提心不但是成佛的正因 更是智慧的根本 很多人很喜欢研究经典 尤其我们读书的人知识分子 读佛学院研究所读完博士回来 他以为这样我有智慧 如果没有慈悲心没有发菩提心 不可能得到智慧 永远不了解佛陀的心是什么 永远看不到真相 只有所知障 所以不发菩提心是不可能得到般若智慧 所以各位一定要发菩提心 希望有一篇醒安大师所写的欠发菩提心文 各位要读送 把它当作早晚课背起来 优婆色戒经也教你如何回光缓照 你发的是世俗菩提心 还是真正的真实第一地菩提心 他也让你像镜子一样去检查自己 那各位也要问问旁边这些善知识老和尚 你看看我所作所为 是不是符合发菩提心的修行者 各位一定要追求进步 一定要了解自己 就像各位每天照镜子一样 我头发有没有整齐 我有没有圆满 我衣服有没有穿整齐 那修行人是照法镜 我的心是不是符合菩提心 我所作所为是不是相应的 不然我白忙一场 追求佛法呢 最怕没有般若为导 没有政治正见所做的 以为他在做佛教的事情 事实上变成佛门老油条 尽拍家 搞了几十年不知道佛法是什么 因为处理事情没有佛法的尺度 所以再来 菩提心能破无名 什么叫无名呢 执着有一个自我叫无名 菩提心就是根本没有我 只有众生的苦的存在 所以菩提心能破无名 菩提心能破烦恶业 你一发菩提心 恶业如须弥山这么高 当下皆破 所以菩萨经的写得很好 全世界第一破恶业最好的方法 就是蒸发菩提心 而且蒸发菩提心以后 不被染坏 绝对不会被污染破坏 了解菩提心 大悲心的菩提心以后 你坚固不推转 所以各位现在给你一个问题 你要去追寻 我有没有蒸发菩提心 像善才童子一样 通常每一个善之士大菩萨 他都跟对方讲说 我已经发菩提心 就要让对方知道他 有没有发菩提心 然后再问对方 那么请问菩萨 发菩提心以后 应该怎么样的修学佛法 帮助众生 这个叫参访善之士 所以各位台湾有这么多善之士 老和尚法师 不要光请他吃饭供养 那当然这是基本 找到机会要问对方 我有没有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应该要怎么做 那这样自己才可以得到法的利益 所以才不会白来一趟 第九 如何念佛 念下来 念佛既从心出 结业其属外来 须以备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属 念佛 今心当下的心 当下的心与佛相应 所以念佛要重新念出来 但是造业 哪里是因为外面让你造业的 不懂佛法人都说别人害我 别人变成让我这样 结是属于烦恼 所以结业也是因为你内心里面没有在念佛 我们骑着贪嗔痴 那骑着贪嗔痴的缘 我们的夜报到现前了 所以须以备念佛之心 刹那的时间违背了念佛的心 所以各位为什么说八观灾界 一日一夜很难 须以间不可去放异心 不可去世俗想 刹那的时间离开了念佛的心 那么刹那就是造恶业 结业烦恼的地方 我们希望我们的内心是极乐世界 大雄宝殿 清净心佛心 你的生命就是大雄宝殿 安住在空间 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 起凡夫杂乱的念头 那就是地狱啊 就是恶鬼道啊 所以须以便念佛之心 那么刹那即结业之所 好 我们休息十五分再来讲 阿弥陀佛 各位自动下课 走一走 对 自动下课 你